时间才是我们的挑战 我们人生最大的挑战 不在于周遭环境或是身旁的人 时间才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我们常说我们爱主 一旦现在长期的困境时 却很容易怀疑神 偏离神的心意 我们因为受到时间的限制 在难处中特别感觉度日如年 在苦难中将目光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 时间就过得快了 因为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是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比起永恒今生至为短暂 比起将来极重的荣耀 现今的苦楚微不足道 神用时间来考验锻炼我们 将我们摆在今生有限的时间里面淬炼 好让我们成为能存到永恒的金银宝石 我们在患难中要忍耐 坚持站在神的立场 好让时间来证明我们爱神